原标题,铭记历史真爱和平,国际社会关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,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点,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,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,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当天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和相关纪念活动,呼吁勿忘历史,真爱和平。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,南京大屠杀使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之一, 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纪念历史是一件正确的事,让人们不仅记住现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, 也记住过去中国人经受过的苦难,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克尔查尔斯顿蔡说, 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,非常重要且十分有, 有,要不要乱沐心,万能道理论是一件正确的事件之一,